夫人,今天我去做了检查 情况不太好 肝癌晚期 三十年前的中秋节 你把我带来日本 强行把我和素质分开的那一天 文远,我们比比看,吃起的快 好啊,那肯定是我赢 爸,说了多少遍 汪小姐看上了你 你必须和韩素质算了 他看上我就要娶他吗 你不娶汪小姐 汪家就会立刻毁了我主家 现在跟我回去 汪小姐还在气头上 素质,我是不会理解你的 请过我 没弄 你 素质 你没事吧 你要干什么 素质 素质,处生 素质,坚持住 我付你去医院 素质 邦静怡 我就知道是你 你敢杀人放火 我早就说过 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这必须是我的 跟我走吧 去日本 是不会理解素质的 这可优不得你 你醒了 这是哪儿 我们啊 在船上 你和我去日本留学 如果你敢逃走的话 韩素质就会立刻死 你们住家也会倒闭 到时候住家工厂的几千名员工 可就没饭吃了 飞行 今天是中秋节 我给你准备了月饼 接受现实吧 中秋节又要到了 我也快没时间了 我得回去看看 我去用这盒月饼 给你做个了断吧 以后 我也不怪你 我说过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许进来 今天我必须来 活着的时候不好好对他 现在又转给雪看 跟我来说话 那要打得到你吧 想说什么 以后 住家就交给你了 想拿董事长的位置 来抵消你之前的馈质是吧 你做什么梦呢 秦安 咱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了 误会 外边的人都以为 你跟我妈相敬如宾 只有我知道 我妈哭了多少回 我妈到临走的时候 都在说她错了 你说 她到底错在哪了 以后我管我的企业 您写你的书法 没事不要打扰我妈 老爷 我知道您有苦劲 为什么不告诉少爷呢 过去的恩恩怨怨 已经说不清了 不该把这些 留给下一代 寻人启事 韩素芝 女47岁 于今日日下午 在青山镇江边走失 身穿紫色上一黑色 如有好心人看到 请及时与家属联系 寻人启事 韩素芝 女47岁 于今日日下午 在青山镇江边走失 老爷 老爷 快来人 快把死的医生起来 是 老爷 您醒呢 老李 我想回老家看一看 可您的身体 给他补补 秦安 别感动 我只是想让你多活几年 好让你以后 天天在我妈的牌位前唱 过两天 我要出趟远门 也就不会再爱你的眼了 也好 让我妈亲近几天 苏 苏芝 我对不起你 希望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 还能再见你一面 走这么近 韩素芝 亲戚 素芝 我回来了 寻你很久 不知你现在何处 过几天 我又要离开了 下次再回来 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希望 还能再见你一面 朱雁 这就是你这么多年 准备我妈的原因是吧 我叫秦安 是不是就希望 这个女人平安 给我带好人 跟我去机场 老爷 我们准备登机了 赵远 秦安 收拾的人磨人样 打算去哪儿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想出去走一走 走走 秦安 你要干什么 你自己回家跟我妈去 秦安 你听我说 我真的快没有时间了 没时间 你去见你的老情人 就有时间了 他走 把他们的护照和身份证 都给我收集了 是 秦安 你别太过分了 都在这儿了 少爷 以后没有我的准许 不准离开 住家半步 秦安 你 住嘴 还有你 你说 连你也敢骗我 少爷 老爷就想回老家 看看 你就满足 他这个愿望吧 念你在住家二十几年 我尊称您一身书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住家 是谁在涨价 少爷 你还知道叫我少爷 这次的事我不跟你计较 再有下次 你就给我从住家 滚蛋 老爷 别 怎么跟你李叔说谎的 没大没小的 老爷 你先下去 是 老爷 打我 可静了 妈 你的命为什么这么苦 你尸骨未寒 他居然要去撕毁老邪 秦安 你胡说什么 胡说 那这是什么 这是你写给别的女人的信 证据确凿 你还敢狡辩 秦安 你误会了 跪下给我妈道歉 否则 那就烧了她 秦安 你不要啊 你 你 你 跪下 给我妈磕头 秦安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这个身在草阴 心在狠的城市 我真替我妈感到不吃 秦安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不管 不管你和别的女人去撕毁吧 你今天在这儿 就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这段孽缘 你满意了吗 朱文远 我妈教我要敬重 你就这么对她 我恨你一位子 一日三二九 韩素枝 朱文远 我要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一辈子都见不到面 不中用了 老李 今天下午 让你受委屈了 秦安少爷 对你有误会 我知道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老爷 您尽管吩咐 这个人叫韩素枝 新闻上说他走失了 我想让你帮我打听一下他的消息 对了 这件事 别让少爷知道 好的老爷 还有一件事 我要离开 就必须要有身份证和护照 你叫秦安 回来一趟 好 说吧 找了什么事 我很忙 秦安 其实 我被查处患了重症 有些事 我想跟你聊一聊 你都有力气去机场 要去见你的旧情人了 还重症 王可不会同情 直接出事 秦安 你把身份证和护照还给我吧 算我求你的 你这个不要两次东西还不死心 重症是吧 那就赶紧去死啊 死了好下去陪我妈 老李 少爷 您回来了 这么晚了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 少爷 我有点急事 好 我就先走了 妈 我才知道你这些年 是怎么过来的 你真是 你们两个敢给我玩鹰子 文远你看 马上中秋节了 月亮好亮 苏芝 今年中秋节 我陪你洗过 以后 每一年的中秋节 我都陪你洗过 我到家了 快快去 快中秋了 月亮 又要圆了 苏芝 我还能见到你吗 老爷 老李 拿着 回老家 把他给我抓住 你们 秦安 你要干什么 当面没拿到身份证和护照 就派人来偷 周恩远 你还真有理的 少爷 你这不怕老爷的事 是我自作主张 敢偷我的东西 周恩远 他还真是你的一条好狗 给我打 给我打 不要 不要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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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周青涵 你疯了吗 我叫你住手 周恩远 老爷的主宿 我偏要当着你的面 不是都给他 给我往死里打 你们 你们简直无法无天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畜生啊 老爷 停 我 那 周恩远 你还在这跟我演什么戏呢 你不就是想救你的这条狗吗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给我滚 你现在不求我放了他 反而让我滚 周恩远 我求你 求你放了我 我这条老狗 我求你 我顾念你在住家二十多年的情分 没想到 你居然敢背叛我 老东西 我现在才是住家的主人 你没资格求我 你是个混账东西 你这个王八蛋 你居然这样对待一手把你养大的礼叔 我 我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老爷 老李 你不是想让我放了你和周恩远吗 来 给我跪下学狗叫 你 我 老李 老李 你不要这样做呀 老李 别吃 你 快给我吃 老李 你不要这样做呀 这个你死瘋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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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远 他还真是你的一条好狗 老李 我对不起你 老爷 我没事 再上你的人 给我滚 我走 这是什么 月是顾湘迷 顾湘迷的白夜光是吧 你 再上你的人 给我滚 周恩远 你现在还不死心 你一次次地让我妈小心 今天我就玩你那些 给我起来 少爷 求你放过老爷吧 少爷 你放过老爷吧 你让我写什么 我 啊 啊 喔唷 啊 老冬姐 你别激动 这只是个开心 这又是写给你那个老秦人的吧 我今天 给你当重年纪 秦 秦 秦 写给我的 秦岸 见字如面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是时候 跟你说一说 我和你妈的恩怨了 我没有骗你 三十年前 我的确是被你妈胁迫来日本的 不然 他能轻易毁了住家 周文远 你演戏演上瘾了是吧 装病 还写一书 你觉得我会信吗 啊 滚 你们都给我滚 老爷 老爷 我警告你 我警告你 这种把戏以后给我少了 我说过 我恨一辈子 我说到走到 我们到 老爷 老爷 周文远 心里只有韩宋迟 我发誓 就算是再打你不到 你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老李 我周文远 对不起你啊 老爷 少爷 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我知道他不会 我不怪他 什么 你找到韩宋迟了 你派两个人暗中保护 不要让他发现 怎么样了 韩宋迟以前跟他父母去了外地 后来一个人回来独居 得了间歇性失忆症 经常阻调 不行 我得想办法 赶紧回去一趟 老李 你去请我的一个老朋友来一趟 站住 少爷 这么急 上哪儿去 少爷 我求求您了 不要再折磨老爷了 老爷 他真的病了 不信 你问医生 给你两个事吧 编造这些 有什么意思 少爷 回去给我告诉周文远 让他最好给我老实待着 否则 我就叫他生本名利 是 少爷 先别走 把鞋给我擦干净 对我妈不中的都没有好下场 周文远 看我怎么折磨死你和这条狗 不行 我得去找汪尽 你算账 文远 算了 别去 放心吧 我一定会没事的 苏聪 苏职 三十年前 我迫不得已离开了你 你不会怪我吧 现在 我时日无多了 我只求再见你一面 解释清楚 这样 我才能死而无憾 老爷 山本先生到了 文远兄 你总算想到我了 山本 要不是迫不得已 实在不应该惊动你 以前在日本 听到你的过往 就为你惋惜 今天 我就要祝你 不留遗憾 山本 大恩不言谢 此生能叫到你这样的朋友 我死而无憾 此人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走吧 好 老爷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山本叔叔 好不容易来一趟 这么着急走 我收藏了几幅字画 今天可是 专程请你父亲 去见上见上的 那好 早去早回 跟出去看看什么情况 再查查 这山本最近是什么动向 是 朱文远 我就知道你不老实 给我停了 朱文远的所有卡 没有钱 没有身份 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老东西 半截身子都快入土了 竟然还害上了相思病 我 真是丢了我朱山里 行李 在我眼皮子底下玩花样 少爷 山本先生接到老爷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 山本先生的岳父 上个月构置了一架四人飞机 什么 大厦人 追 山本 这次出来 多亏了你啊 魏远兄 希望你这次得偿所愿 能见到你的爱人 老爷 是少爷打来的 请 少爷 让朱文远听电话 老爷 少爷让您接电话 秦安 朱文远 您长本事了 先斩后造 少爷的关机 让山本停车 秦安 你替我解释 我说让山本停车 你不让山本停车 那我就撞着 什么 山本 秦安追上来了 坐稳了 那前面拐脚 你们换车 我提前安排好的车 我留下来 拖住秦安 快快点 后面两辆车 走近道 把我车上去 走近道 快点 走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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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远 这一次我要把你抓回去 向你在我妈的牌围面前 为个三天三夜 下车 我的大侄子 你干什么呢 朱文远呢 跟我玩调虎离山是吧 都乱着干什么 上车给我继续追 是 老爷 到了 私人飞机就在里面 已经准备好了 好 走 老爷 您的身体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走再说 秦安马上就追上来了 苏芝 这一次 我一定要见到你 老爷 老爷 快 快 让秦安追过来 咱们就走不了了 老爷 我背你 站住 少爷 少爷 朱文远 你跑啊 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少爷 你就让老爷回趟家乡吧 老爷 活不了多久了 确实 他最后的愿望了 别在这儿给我耍花呀 调虎离山 装病 还有什么 啊 还有 你有什么资格求我啊 啊 你不过就是 朱家的一条狗吧 你带朱文远走 你就应该想到你的下车 给我打 不要 不要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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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住手 朱晴安 从现在起 你不再是我 朱文远的儿子 明天我就登报 和你断绝夫子关系 断绝关系 你这么硬气 好 你别后悔 文远 你 你 怎么样 还想听吗 别 你要带我去找文远 好好 我跟你走 不 你们都是坏人 我打死你们 文远快跑 你的手指做了什么 你带我来码头 文远不在码头 坐船走了 我看见的 啊 宿迟 宿迟他怎么了 你说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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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宿迟呢 宿迟在哪里 按少爷的脾气 他一定会把寒素枝 藏起来 让你找不到 咳咳咳 老爷 知道 所以现在少爷 都不派人守着您了 您这次吐血 他真是一点没管 不问不问的 这件事情 是该有个了结了 我不会再让这段店员 伤害素枝 和亲爱 妈 他居然为了那个寒素枝 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别怪儿子不孝了 来人 少爷 问老李了吗 周文远是不是今天出院 是今天出院 好 布置下去 走 去找亲爱 结束这段闹剧 老爷 我担心少爷的脾气 没事 这一次 我们都会解脱 卓妍 怎么样 专门为你准备的 满意吗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要和我 断绝父子关系吗 我今天就开记者会 公布这件事 少爷 老爷不是那个意思 闭嘴 老李 还有 你给韩素枝写的那些信 全部都在我手上 到时候 我全部攻不出去 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少爷 你不能这样啊 你 你这是要气死我吗你 老爷 老李 咱们走 咱们走 周文元 你就等着你的桃色新闻 上头版头条吧 老李 你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善本 要快 顺老爷 夫人 今天 就把我们的恩怨 做一个了结吧 不要再伤害苏枝 喝清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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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青安先生 临近中秋 请问您在这个时候召开 是有什么生意吗 这件事 勉强和中秋有关系吧 听说您要公布大事前 现在可以直接公布吗 当然可以 事关我和我的父亲 祝文远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和他断绝缝 还是我来宣布吧 这不就是日本著名企业家 山本先生吗 这天牢狗 真以为我不敢对他下死手 山本先生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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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生 各位我是山本 我宣布 不好了 京市到复了 快 快 对贺云 为远兄 走 我们先离开这里 什么先生 各位 主委远先生 祭奠祝福人士晕倒 不慎打翻火盆导致走火 都请回 老爷 我远兄 我 老爷 下次别这么傻 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你以为你把牢里托付给我 再放拔火把自己送走 就什么都解决了 我们现在回你老家 帮你找道涵素质 山本 我祝文元 何德何能 能有你这样的朋友 老爷 您休息一会儿 这次 山本先生亲自送您 肯定会很顺利 他 他竟然要烧死自己 我难道真的走了 不 我没错 他肯定知道外边会有人来救他 他就是演戏给我们看 给我看好韩素质 再加十个人 在外边巡逻 老爷 山本先生说让你好好休息 他明天就派人找韩素质 这次多亏了他呀 你也辛苦了 回去休息吧 是 老爷 这香味是 是 是桂花香 好香 送你 以后再在家里给你种几棵桂花树 这样你每天醒来就能闻到花香 瞎说什么呢 不理你 我说的不对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没长眼睛吗 你是不是 你是 朱家庄的朱文远 你认识我 我听说过你 没想到你跟传闻中长得一样好看 你喜欢桂花是吗 算是的 将人把那几棵桂花树给我连根拔起来 送到朱文远少爷家里 是 这可是本小姐送给你的 莫名其妙 苏枝 我回来了 我一定要找到你 把当年的实实非非 说个清楚 茶树枝 吃饭了 你们这些坏人 趁我来找文远 你们把文远怎么了 啊把文远 跪远点 你们把文远还给我 还给我 你告诉你啊 给老子乖乖的吃饭 要不然 我打死朱文远 我 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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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文远 不听话 不听话 我吃饭 我 我吃饭 朱文远这名字挺好用啊 我一提 这疯女人立刻就老实了 怎么这么烫 山北先生 下一声 老爷不行了 怎么样 毕竟马上送礼要快 好 我来安排 好 老板 老板 开门 你们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 你们这些坏人 想着我来威胁文远 我不会让你们得正的 你 老实点 有本事 有本事杀了我 你 我 给我闭嘴 我 我 你 吵得我头都痛 寒素枝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也不过如此 我 这个人你认识吗 你知不知道 这个人是我吗 是你害死了他 你 你是个疯子 你干死我妈的照片 我打死你 我 文远 是我呀 文远 我是素质 你为什么要打我 为什么要打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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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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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莫金 你吹散我 神经病 你别信了 看你真是疯了 算了 今天不省了 我都给我看住 诺诺 诺诺诺诺 我 诺诺 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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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几天了 老爷 医生说 文远兄 你本来就是重病 加上给清安 欧气又吸入少量烟尘 必须主愿 好好养身体 诺诺 诺诺 山本 我不怕死 我只有一个愿望 我 是两个 一个 就是素质 还有一个 是我想给家乡做点事 是少爷的电话 老李 你先接下电话 有我在 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少爷 少爷 诺文远现在什么情况 老爷现在在住院 住院 你可要把他看好了 可别让他死了 我还要把他带回去给我妈磕头认错的 少爷 您心里其实是关心老爷的 别给我废话 我问你 韩素芝 朱文宇 还有我妈 他们三个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 你怎么开车的 不开路吗 老爷 山北先生 少爷什么意思 老李 你打电话回朱家问一问 是不是清安也来青山镇了 是 清安好像撞人了 会不会很严重 我去查一下 今天的交通事故记录 就知道情况了 或许我们很快就能 找到韩素芝了 山本 谢谢你 来人 来人呢 喊什么喊 我要去厕所 给我解开 真是麻烦 走 你放开我 快点啊 别耍小聪明 什么情况这么久 妈的 这可是二楼啊 这窗户这么小 他竟然钻过去跳下楼了 百岁 闻月 我知道你回来了 你等我 我这就去找你 朱闻月 我妈 韩素芝 这三个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赫月 是我给你撤赃我 你别信 苏芝 你好吗 对不起 我一直没敢告诉你 十八年前 因为父亲病重 我喝了许多酒 于是 我有了儿子 叫青安 请原谅我的软弱 你的深情 我下辈子来还 怎么了 什么 跑了 在那守着 我马上过来 两个大男人 连个女人都看不出 你们都是干什么事的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跟我去找 确定是站立吗 看来我们还是 来晚了一步 你应该安全了 伦月儿 你开门啊 我知道你回来了 我是宿机啊 伦月儿 伦月儿 你果然会来这找朱文远 还真是简 带走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死没死 少爷 你明明是关心老爷的 怎么这样说话 给我闭嘴 别以为不在家里 我就收拾不了你们了 你 你 朱秦安 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给我滚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 我把韩素枝 藏在了一个你们绝对找不到的地方 你们就别白费空腹了 老爷 你别动气 怎么回事 少爷刚刚来过 老爷生气 有些激动 昨天我去晚了 只找到这根绳子 韩素枝 可能是跑了 再想别的办法吧 素枝 你到底在哪儿啊 这是哪儿啊 你们是谁 要干什么 别害怕 我们呢 是来给你打针的 还要服侍你吃药吗 我没病 别过来 别过来 咋过来 我就不客气了 我们呢 受人所托 过来呀 好好照顾照顾你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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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按住他 打我们 打死你 打死他 居然敢拿东西打我们 给他点教训看看 我们认识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让你闭嘴 让你闭嘴 这下你应该老实了吧 快给他打针 少爷 你来干什么 少爷 你快跟我走一趟吧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老爷不行 怎么可能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少爷 快走 不然就来不及了 什么时候 他怎么样了 医生说 就看挺不挺得过今晚了 怎么会 他平时就心脏有点不舒服 没什么大病 你关心过他吗 这段时间 你怎么气他的 少爷 老爷早就跟你说过 他得了癌症 是你自己不信啊 不可能 你想死 不行 你必须活着给我妈忏悔 你不能就这么轻易死了 对 韩素质 我去把韩素质给你找来 韩素质找来 你怕是舍不得死了吧 老东西 你给我等着 你在这守着 我跟上去 上班先生 拜托你见了 老爷 我们回病房等吧 您这样身体受不住 不 我就要在这等素质 老李 你看 我这样 看着还行吧 老爷很精神 就是受了 好 老爷 我扶您到大厅坐着等吧 站久了 好神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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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这个样子 太丑了 我 我不能这样去见文苑 没关系 文苑不会建议的 不 不 我要洗白脸 换手赶紧的衣服 好吧 先找家服装店 是 就这一间吧 很漂亮 文苑一定喜欢 你在这儿等一下 我去接掌 文苑 文苑 韩素质 很素质 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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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厅下周围店铺的人 有没有看见 很素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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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绑架 救命啊 有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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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谁能折腾 再给谁人 哎 你们这是在犯法 我要告你们 告我 出的去 再说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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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烦死 你 养我这么着 你们在干什么 不是说让你们看好他 谁让你们虐待他了 滚 韩素质 我带你去见诸文苑 什么 叔叔 你们几个又玩我 对主意是我出的 要怪就怪我 不过 你爸的确是肝癌晚期 自己去问医生吧 还不赶紧把人情有这 啊 诸文苑 你们几个老狐狸 给我等着 你们 你们是谁 要带我去哪 停车 马上给我停车 韩素质 你看 这是什么 我带你去见文远 这会 这会表示文远 你真的带我去见文远 素质 我们终于要再见面了 山本先生 韩素质跑了 街坊说是去追一辆车了 我猜那是青岸的车 现在我就去酒店找青岸 老爷 韩素质可能又被青岸少爷带走了 什么 带我去找他 走 你 卓妍 你是不是疯了 你是个逆子 你把韩素质带哪儿去了 他不是被山本叔叔带走了吗 秦岸 街上的人说 韩素质追着你的车跑了 韩素质 不会是把我认成你了吧 来追我了吧 你们还真是活该 谁叫你们不信我 我本来就是要把韩素质带回来见你的 我知道 他还在你的手里 他在哪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 说了我不知道 说你们是老狐狸吧 一个个笨的要死 韩素质要是在我手里 我会回来被你们抓住吗 不如我们今天在这儿比试比试 看谁先找到韩素质 你们说 他要是看到我这张脸 会跟我走 你 你 你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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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素质 管他呢 又没人顾咱们看不着 走了走了 你看他手上那块怀表 肯定值不少钱 韩素质 是你吗 干什么 你手上那块怀表 让我们玩两天吧 快来人呢 抢劫了 快来人 这儿真好批 一个人也没有 你喊怕唬咙也没有 快动手 他敢要我 大哥 你按住他 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谁大变化这时候 小哥 你等会 我正收入人 看短信 这可是个绝佳的发财戏 放开我 好好把握 好 百万悬赏 巨人启事 韩素质 四十七岁 走失时 穿一身蓝色旗袍 大哥 带一块古董 你看 带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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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啊这个逆子 翅安这个逆子 翅膀真的是硬了 老爷 其实少爷是在乎你的 这次也许真的误会少爷了 喂 兄好些了吗 谁人起誓我已经发出去了 山本先生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有消息了 韩素芝在我手上 立刻准备好一千万 到城外仓库熟人 不要报警 否则撕票 方黎 照顾好未远 我去安排一下 一定把韩素芝安全的带回来 你为什么抓我 放开我 喊什么喊 老子求财不不切色 再说你都冷成什么样 怕什么呀 我去买饭把这娘们给我看好了 这一票咱得干好点放心吧哥 好 汉素芝 汉素芝 你快走 你没事吧 没事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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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远 别吓我了 我头还疼着呢 你没事就好 韩素质 你是个扫把心吧 碰到你准备好事 文远 咱们第一次认识 你也是这么说 要这个 好啊你 偷我钱包 来人呢 抓小偷了 不是 你刚自己放那儿的 来人呢 抓小偷了 你 算了 算了 东西 跑了 老板 来盒月饼 是你 最后一盒了 我要了 要 给我 您二位看着月饼钱 谁付 呃 噓 噓 我要把它画下来 哎 噓 徒子居然他们看我 我是来给你送月饼赔罪的 算了 每次见到我就没有好事 你和朱文远就是这样认识的 哎 文远 你怎么说自己的名字呢 啊 对对对 我和你 那王静怡呢 又是怎么回事 哎 你们俩嘀嘀咕咕什么呢 啊 都给我闭嘴 哎 妈的 干偷鸡老子 看我不打死你们 哎 你惹事端 先拿到钱再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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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到六月手机 你帮我拿出来 我搞不到 哎 哎 哎 你们两个过来 我有事要跟你们说 我都要看看 你们说什么 我警告你啊 别耍花样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什么交易 你告诉我 是谁绑了我们 给了你们多少钱 是要谁支持 有人花重金要找这个女人 我当然要绑了 至于你嘛 自己送上门来的 没办法 不就是钱吗 你们外边还有多少人 都叫进来 我跟你们一人一千万 什么 一千万 大哥 你让我们就有两千万了 你 你个蠢货 他在套我们的话呢 我警告你 别耍花样 我呀 可以你们还为我做过事 既然都不知道我有多有钱 自己去查查吧 大哥 大哥 他真的有钱啊 他公司一年只有几十个亿啊 我要七个亿 文元 把刀拿开 把我们放了 我给你一个亿 别耍花样 这样 把他放了 把我留着 他是个精神病 你啊 危险不到你 把那女的解开 文元 妈的 敢通风报信 我宰了你 文元小心 你 你 啊 你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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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能有事 快坐这 起来 去拿钱 我宰了你 住手 把他们抓起来 快 快 咱们送警察局 是 两个不成器的东西 给你们打电话捞钱 全班成了这样 白白的浪费了好机会 什么事说 没事吧 没事 快 快救韩素枝 快 送医院 韩素枝 你和朱文元给我等着 这一次 我要让你们 将多年前 给我的伤害 还回来 你们看 孙伟 想不到一只大蛤蟆 你们住手 嗯 孙伟 孙伟 我没有告诉过你 他们要是再欺负你 你要反抗啊 我 我不敢 以后他们要是再欺负你啊 我就去告诉老师 素枝 真好 只有你愿意做我朋友 我们会做一辈子的好朋友的 一辈子 只做朋友 素枝 其实 我喜欢 哎 文远 孙伟 这是文远 以后 他也是你的好朋友 骗子 骗子 你刚刚说 只恨我做朋友的 他 韩素枝 我恨你 陈文远 我更恨你 苏伟 三十年了 你们居然还想在一起 这一次 我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 无法说愿 山本先生 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孙教授 我这有位病人急需您的救治 不知道您在不在青山镇 我就在 我就在 我就在镇医院等你们 见这种事儿 你应该第一时间充斥我们 而不是自己擅自行动 这巴掌 我是为韩素枝替我挡刀承受的 我们的立场本来就不同 素枝已经为你挡刀了 你为什么还是这么针对他 一码事归一码事 我只针对你 好了 文远兄 这次也多亏了秦安通风报信 让我们知道绑匪的情况 关键时刻 还是好样的 山本叔叔 我只是为我自己 你先回去休息吧 素枝 我终于再见到你了 只是没想到 是你现在这样的方式 老爷 韩素枝把少爷看成了您 是为了救您 他一直没有忘记您 素枝 文远兄 这次都怪我了 要不是我把韩素枝弄丢了 也不会 是 你是我们的大恩人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 不说这个了 我们先去找孙伟教授 问问韩素枝 下阶段怎么治疗吧 主文远 韩素枝 还有我吗 你们当年的恩怨 我是时候可了解清楚 素枝 今天是中秋节 你那里的月亮也一样的圆吗 汪静怡做了一桌子菜 但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永远记得那年中秋 他把我们分离 从此不得相见 但是 我 清安哭着求我留下来吃饭 我不忍拒绝 对不起 素枝 这辈子 注定我亏欠你 原来韩素枝也是受害者 主文远 你可真心 剩两个女人为你受苦 孙教授 我早该猜到 你和文远是认识的 毕竟你们都是多年前 从青山镇去往日本游学的嘛 不仅仅是认识 我们还是同学 更是好朋友 好朋友 孙畏 这是文远 以后啊 他也是你的好朋友 对对对 我们 是好朋友 这一次多亏了你呢 否则素枝真的危险了 谢谢你 素枝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肯定会 特别照顾 唯一是你 教授不好了 韩素枝上过感染 高烧不断 已经危险生命了 走去看看 俗 素枝不会有事吧 老爷 韩素枝一定不会有事的 孙教授 早就是日本的顶级名义了 有他在你放心 主委员 你就是这样照顾素枝的吗 老爷 我没事 孙教授 这是怎么回事 主委员 素枝现在是严重的吸睛感染 怀疑是败血症 他到底是怎么受的伤 怎么 怎么可能 败血病 这不可能 不可能 都怨我 都怨我呀 你知不知道 严重了会死人的 孙教授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救救素枝吧 我们三十年没见 他还没看我一眼呢 你这是干什么 我肯定会全力的抢救素枝的 主委员 这就下跪了 这才哪到哪啊 我还没有认真开始折磨你和韩素枝呢 韩素枝 这是你欠我 好奇还在后头呢 护士长 那个韩素枝的伤口明明包扎好了 怎么还不停出去啊 有这情况 注意观察随时汇报 还有 按理说 他的伤口不致命 为什么一直不行 还高烧不断 伤口感染啊 你想说什么 别胡乱猜测 小心祸从口出 护士长 方便借一步说话 你谁啊 听你们刚才说 韩素枝的伤口一直出现 是因为什么 这是个秘密 你可不能出去乱说 我们孙教授在手术台上 居然偷偷塞了一块纱布 在韩素枝的伤口里面 你是真的假的 不是真的 我倒找这么多钱给你 我亲眼看到的 好 孙教授 怎么样了 素枝的伤口组织啊 已经腐烂了 要切掉 不 不会是这样子 不会是这样子的 孙教授 你是教授 咱们还是好朋友 您知道的 素枝他不能做这么大的手术啊 我是医生 又不是神仙 时间不等人了 只能这样了 孙教授 我们相信你 人命关天 您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好 先给韩素枝做个全身检查吧 秦岚 你用来倒什么轮 先给韩素枝做个全身检查 再做一个脑部CT 查一查 他的精神病到底是因为什么 可是人命关天呢 除了事我站着 可是 可是 孙教授 先做手术救人 再检查 好 我来安排 请安 哼 天真 居然要查韩素枝精神失常的原因 就是我干的 我 文言 听到你去哪儿了 我要去哪儿找你啊 贱人 勾搭我的同事以后 祝文言好 活该去死 我现在就按王小军的丰富 把你偷就没了 不行 你 诸文言走了 也就是我的了 我把你带回家 你是谁啊 啊你不认识我了 啊我是谁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是疯了呀 过了这么多年还能查出来什么 孙教授 素质怎么样了 腐烂的组织已经切除 还是先送病房吧 素质 什么情况 这是韩素质伤口里取出来的 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 孙卫这个王八蛋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表哥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们 真是不做败事有余的东西 钱没有拿到 反而把自己搞进去了 表哥 接下来怎么做 您吩咐 这一次一定让你满意 这一次 我要让祝文远和韩素芝 为生忌讳 走 车上说 我这是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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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玥 你在哪 有没有受伤 文玥 你在哪 苏芝 苏芝人呢 大爷 看来他醒了 或许是没见着您 就出去找您了 我要去找苏芝 文玥 你到底在哪 苏芝 文玥 苏芝 文玥 文玥 你去哪了 我好担心你 苏芝 我才是文玥 我 我不认识你 她才是我的文玥 文玥 文玥 你受伤了 我没事 我先送你回去 老爷 您别难过 韩素芝 这只是认识三十年前的您 就错把少爷当成您了 是啊 三十年了 她不认识我 你身体还没恢复 要好好休息 文玥 你别走 我怕我醒了 都看不见你 放心吧 文玥 他们是谁呀 为什么 老跟着我们 韩素芝 其实 他才是 他才是 文玥 不好了 韩素芝 你醒了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山本 刚才你说什么 文玥 现在很多谣传 说你抛弃妻子 出轨 韩素芝 注视着股价暴跌 一群记者要冲进来 怎么会这样 文玥 你不怎么激动 医院外面现在很多记者 他们要声讨 文玥 和韩素芝 我出去看看 文玥 你去哪 不好了 外面记者 冲进来了 文玥 你们现在的身体 根本应付不了 快跟我 到外面去避避风头吧 你先跟他们走 我回头再来找你 文玥 你又要丢下我 那你 那你别想再看见我 走 后面走 我给你们买准备了车 阿姨 快 是 阿姨 什么叔叔 我可能需要你和我一起应付一下记者 好 朱文玥 汉素芝 你们准备迎接我的报复吧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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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青安先生 对于您父亲朱文玥出轨小三 请相碰塌影响国家这件事 您做何看法 朱先生 这件事您是否早有了解 请问是否会影响您父子二人的关系 说说吧 说说吧先生 各位 我在这里澄清一下 我的父亲朱文玥并没有出国 也请大家尊重我去世的母亲 那韩素芝是谁 他只是我父亲三十年前的初恋而已 可是我们了解到朱文玥先生 回来找韩素芝是事实 这只是巧合 我父亲这次回来只是为了养病 同时也是执行和山本集团的合作 山本集团和朱氏将在青山镇 联手打造全国文明的文化小镇 这也是这次回来的主要母亲 只有朱氏集团和 这朱青安 还有点东西 朱文远 你有一个好儿子呀 不过 你和韩素芝那边 好戏已经开始了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放心吧 孙教授我给你买卖了一个 很棒的地方 到了之后 你们一定会非常惊喜 到了 下车吧 去吧 清洗等着你 老爷 走吧 我们先进去休息一下 哎呀 韩素芝 你醒了 这 这是哪儿了 文远呢 苏芝 我是文远啊 不 不 你 你不是 你不是 老爷 算了吧 我们先进去歇着 好 韩素芝 文远待会会过来找你 他让你和我们在一起等他 他 你 我们再贵 我 你 你 有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们 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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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忘了 素质 素质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谁干的 这是谁干的 这是为什么 你 夫人 虽然三十年前 你逼迫于我 但是我自认我并没有对不起你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老爷 秦安 这次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做得不错 山门叔叔 我只是恨他既恨我妈 并不代表我想让他死 也不知道孙教授现在 有没有安置好你父亲和韩素质 山门叔叔 你就这么相信孙卫吗 什么意思 怎么了李叔 少爷 快来啊 老爷和韩素质不行啊 你说什么 慢着 我要求更换主治医生 有什么话等我做完手术再说 你爸和韩素质的病情啊 非常的危险 我要更换医生听不懂吗 现在只有我有资格签字 李健拜托了 秦安 你放心吧 你爸和韩素质的病一定会没问题的 你给我闭嘴 我 等我爸和韩素质出来了 我再跟你算账 孙教授 还请您 尊重秦安 山门先生 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请你们 闭嘴 老爷 老爷 你一定要庆祝我 马上要中秋了 你还要再看一回 家乡的月亮呢 你千万不要有事 你还没给我妈称回够呢 韩素质精神受到严重刺激 目前还在昏迷 旧伤 并无大碍 那我爸他 尽量让他高兴点吧 他的日子 不多了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你还要给我妈忏悔呢 我 我不要你忏悔了行吗 千万不能有事 这 来人 山本先生 你这是干什么 我真的是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啊 你们 你们不能这样啊 等一会就知道 来走 山本先生 你不能这样 山本先生 放开我 放开我 这就是你安排的好地方 进去看看吧 你们 放开我 山本 放开我 朱维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既然做了这样的事 就别怪我 不客气了 我 我 我以为和树枝不是你的朋友吗 大家都不是朋友吗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为什么 这是他们赢得的 哎呀 哎呀 我们杀赵 朱维远 你怎么不笑啊 你看汪静怡笑得多开心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是要刺激 我 要和我做一辈子的朋友 他这就是喜欢我呀 结果 结果呢 他居然背着我和朱维远搞到了疫情 你这是歪理 歪理 歪你 那你说 别人都不理我 偏偏偏是他对我好 他这分明就是心里有我呀 太天机了 表哥 表哥 是你 你是绑匪 苏维 那之前 放假清安和韩素枝也是你干的 你现在才反应过来 哈哈哈哈 没错 就是我干的 表哥 这是谁啊 这是什么情况 孙伟 忘我对你这么信任 你就背着我干出这样的事情 那你以后在监狱里待着吧 把他们给我带到警局 你说把我带走 我就会走了吗 做梦吧 带走 山本 我不要进金属 我不要吃老饭 山本我求你了 完了 山本 可是要想好了 我要是进了监狱 朱文雁和韩素枝 他们就活不到中秋 你什么意思 别忘了 我是国际名医 我在的话 他们起码还可以活一段时间 我要是不在了 他们就要死 国际名医不止你一个 当年 你对我的承诺 你忘了吧 你给我听当年 山本先生 恭喜母女平安 孙教授 我夫人难产三天了 多亏了有你啊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 你不用特意谢我 将来 如果我有得罪 山本先生的地方 希望您网开一面 一定 好吧 这次我放了你 下次就不是吃牢饭这么简单了 竟然和朱文雁那边 他们还会来朝我麻烦呢 我会帮你挡住 我们走 韩苏芝 你这么年轻 应该叫我阿姨 医生 怎么了 医生 您看看 她好像精神正常了 病人有可能受到刺激 所以恢复剂 我呢 先去给她安排个检查 好 韩苏芝 小伙子 你是文怨什么人了 你和她 长得真像 朱文远是我的父亲 我叫朱秦安 王静怡 是你的母亲 噓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希望你不要恨她 秦安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是文远跟你起的吧 苏芝啊 以后我们结婚了 就生一儿一女 男孩呢 就叫亲安 祝你平安 女孩就叫君豪 祝你一切都好 哎呀 你说什么呢 不理你了 哎 名字真好听 既然你醒了 这些就交给你 这些 都是文怨跟我写的信 对 朱文远 这些年几乎天天都给你写信 只是记不到你手里 你先看看 我出去 原来这些年 你也一直记得 苏芝 我来日本三个月了 王静怡每天派人监视我 我回不去 不知道 你好不好 苏芝 王静怡逼我结婚 不然 住家的工厂就要倒闭 工人就会失业 我 我妥协了 对不起 我的公司事务 越来越忙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乡 你恨我吗 又是中秋了 如果 我 当年我没有被汪静怡带走 我现在应该和你在一起赏月了 苏芝 我想你了 我 我要去找你 尚文叔叔 孙魏呢 对不起 我放了他 放了他 为什么 因为我夫人和女儿的性命 之前是被他救的 秦安 这件事 算是我山本欠你们父子俩的 这次就放过所谓吧 那好吧 谢谢 谢谢 我远轩哥病情怎么样了 医生说 今晚是关键时间点 经过了 应该暂时会没事 只要是经过 爸 你都已经睡了很久了 快醒来吧 韩素芝都醒了 他在等你呢 老李 过两天 去和我给爸看看木蒂 我想让他落叶归根 哦 你说什么 买木蒂 我怨他怎么了 你快说 我怨他到底怎么了 你快说 我怕他 你快说 看来 温期 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亲爱 你快说 你是骗我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好不容易再见到你 你怎么能骗我的亲爱 温元 我是素质啊温元 你快写你 你快跟跟我 老爷 老爷 他总是认得你了 你想了他三十年 现在终于要再见了 你无路如何 都要醒过来呀 爸 说我对不起你 不该阻碍你和韩素质见面 爸 现在韩素质来了 你快睁眼看看他呀 卫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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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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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远 苏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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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苏迟 苏迟 你看 月亮多远 我想我们像今晚的月亮一样圆满 苏迟 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好吧 苏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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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想我吗 算了 我自己去冷静一下 待会给韩素质做个全身检查吧 他身体状况不太好 是 少爷 孙卫 素质 你瘦了好多 差点认不出你了 你当医生了 你想起我了 之前你完全不认识我了 刚做了检查 以前的事基本上都想起来了 这是老布CT 看起来没有问题了 看样子 他不知道我对他做了什么 也对 只要山本他们不说 我又做的那么隐秘 韩素质不可能知道 我可以问你 关于肝癌的事吗 早期的话 可以肝移植 肝移植 你能帮我把肝移植给文远吗 文远的癌症已经晚期了 再说 也要先配行才能移植啊 那你可以帮我配行吗 我马上有一台手术 配行的事啊 等我忙完了再说 好好好 你先忙 我等你啊 韩素质 这就别怪我了 我 我不想害你 你却要自己送上门来 老远 老远 爸 我没事 不知道素质的检查结束了没有 文远兄 你别担心 你先顾好自己的身体 素质 文远 怎么样 感觉好些了 我很好 秦安 我想出院 爸 您的身体还不允许 秦安 我想离开医院 出去看看家乡 再好好陪陪素质 这是我最后的愿望了 不行 我不允许你在这个时候 出任何状况 秦安 你连我最后的愿望 都不能满足吗 文远 你别激动 就让文远兄出院吧 山本叔叔 秦安 你忘了医生怎么说的吗 尽量让文远兄高兴 就让他出院吧 好 孙伟 素质 你不是出院了吗 怎么 我就直说了 没有把干 你一直给文远 你帮我 你疯了 他已经是晚期了 他没救了呀 我只有这个了 他是古董 你帮我 说了不行 宋伟 文远死了 我也就不活了 你舍得我死吗 你 好 不过 不能在医院里手术 医院不允许 我知道 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放心 我不告诉任何人 那好 你先回去等通知 我尽快安排 我等你 贱人 干配型是那么容易的吗 你想要折磨 那我就成全你好了 表哥 计划开始 干配型 老爷 喝口茶吧 爸 没说 你去哪了 海素质的 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 韩素质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呀 这个家只有你最恨他 肯定是你 如果他要是走的话 不会不告诉我的 少爷 你要不去找找他 找什么找 他肯定知道 素质在哪里 快说 你把韩素质藏哪了 你还是不信 我把你和韩素质都安排在一个房子里了 我有必要藏他吗 那 你真的没有把韩素质藏起来吗 因为我妈 我确实接受不了你和韩素质在一起 但我也不至于把他藏起来 秦安 是我误会你了 那你帮我找一找韩素质吧 好不好 我不会藏他 但也不至于会接受他 那是对我妈的背叛 笑着 你们自己去找 文远 你们这是怎么了 素质 我还以为你 我去摘了几只桂花 要中秋了 桂花开得很好 秦安 这是送你 不用 韩素质 要不是因为我妈 我可能已经彻底接受了你吧 但立场这种东西 从我出身就注定 没办法改变 清安这是怎么了 老爷以为少爷把你藏起来了 文远 这是你误会清安了 清安其实是个好孩子 我知道 我知道 韩素质 老爷早上没见到你 所以着急 误会了少爷 我不会走的 我会陪着你 好 好 素质 我想出去走一走 未来怎么久了 我还没有好好看过清山镇呢 好啊 我们一起 三十年了 我终于又回来了 落叶归根的感觉 可真好啊 温月 我真的希望 我真的希望清安能把青山镇建好 让更多的人都知道青山镇 老爷 你看 那好像是少爷 这个时候 他不是应该跟山本在一起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走 过去看看 少爷刚才来的就是这里了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我也太久没有来老宅看过了 文远 你知道吗 其实 以前 我经常来这里等你 苏迟 难为你了 住家的产业 都前往了日本 我很难得回来的 我知道的 别说了 少爷 你们怎么来了 刚才我们在散步 看到你进来了 我们就跟过来了 清安 刚才在家里 是我错怪你了 都过去了 少爷 你来这干什么呀 我来看看 这老是还怎么翻修 你这手里 藏的是什么 这有什么可藏的 是什么 母帝 本来 本来 不想告诉你的 这有什么的 我早有心意准备 我只想活过这个中秋 何月 清安 我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你说 我能满足的 一定满足 我想让你 帮我定一块 双人墓地 以后 我想跟苏迟 合葬在一起 你说什么 你要和他合葬 那我妈算什么 你病危 我不想逆着你 但你要合葬 也只能是和我妈合葬 不可能和其他女人 少爷 你别生气 老爷只是提下而已 给我闭嘴 朱文雁 你记住 我不可能背叛我妈 清安 你已经知道我和苏芝的事了 我还以为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朱文雁 我妈陪着你三十年 帮你把朱家做大做强 这些都是事实 清安 我和文雁不会合葬的 你别生气 别生气 我们一起看 乱七八糟的 真是够了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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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安 以后好好照顾你吧 快上车吧 没被人发现吧 放心 他们都睡了 没有人知道 文月 再见 以后要替我活下去 爸 韩素芝呢 你什么意思 你看这个 我怀疑他有危险 什么 秦安 以后 你好好孝顺你爸 他还会平平安安度过很多个中秋 我赔不了他 不 不 我要去找素芝 爸 你先别急 想要折磨 那我就 成全你好了 表哥 计划开始 我去摘了几只桂花 要中秋了 桂花开得很好 秦安 这只送你 是昨天早上 韩素芝被孙伟带走了 孙伟这个出事 你在说什么 请开 这门叔叔 韩素芝有危险 我去找他 麻烦你 带上几个人 独住港口 和小镇的所有出口 李叔 照顾好我爸 爸 你先别激动 你就好好在家待着 我保证 把韩素芝平平安安 给你带回来 好 秦安 全靠你了 备车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孙伟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救活文怨的 那就准备手术吧 韩素芝你个白痴 我当然要你的杆 你的杆很好 我可以拿去买很多钱 走吧 去手术室 这声音 我在哪儿听过 我们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你还做不过手术了 花这么多 坐 坐 韩素芝 你手上那块怀表 借我们玩两天 快来人呢 家姐了 家姐 这儿这么屁 一个人也没有 你喊怕胡咙也没有用 是你们 左卫 你和他们一起来害我 捆住他 干什么 干什么你 韩素芝 你太天真了 提醒过你的 朱文元没救了 为什么 我没有得罪过你 当年 你明明是喜欢我的 为什么要一群别恋 为朱文元发疯 现在还要为他死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喜欢过你呀 够了 我想和你废话 快快 哥儿 拿来吧 不 他们的人找过来了 带上他 从旁边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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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跑掉 快追 快 我们现在就出发码头 到了日本 我们就安全了 快上车 孙教授去哪儿 什么是你 孙伟 我看你往哪儿跑 你们都不给我活路 好 就跟你们鱼死亡破 韩素芝 孙伟 你跑不了了 这么做 没有意义 你放了韩素芝 我就放了你 之前的犯罪证据 我都帮你销毁 傻子 我知道我跑不了了 但是在我死之前 我要找个人垫背 韩素芝 我们一起死吧 我们一起死吧 接货 你们 快救人 老爷 江堂好了 苏芝 以后别再为了我 去牺牲自己了 我的生命 已经快走到头了 可你还得好好活下去 温月 我 我快没时间了 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里 还能见到你 我已经很开心了 秦安 这次 又是他救了我 他说 他想出去走走 刚出门 秦安 我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你说 我能满足的一定满足 我想让你 帮我定一块双人墓地 以后 我想和素芝 合葬在一起 我不想对不起我妈 也不想辜负你的愿望 你说 我该怎么办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配给你吧 你走吧 这是我自己做给姑姑的 算了 这样 你去挑一家 去街上自轨 不用了 我不不喜欢我亲手做的乐领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文远 这诗写得真好 素芝 我一定要陪你赌过 今年的中秋 少爷 秦安 怎么了 你救了我 我想 换作是谁 我都会救的 不用谢我 等我给我盛杯咖啡 送到我房间 是 少爷 妈 那个朱文远 仗着自己生病 简直越来越过分了 他甚至把你都忘了 妈 我这辈子真替你看 你吃 少爷 我刚才要的不是咖啡吧 刚才没跟你说明白吗 少爷 这茶其实是 是我换的 是你 你怎么在我这 我是来找姑姑的 你姑姑 就是韩素芝啊 我们找了姑姑很久 前两天看新闻报道 才知道他在青山镇 谁愿告诉你 他在这儿的 是啊 少爷 家里太担心姑姑了 所以让我来照顾他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啊 白天看你嘴唇起皮了 可能是秋天太干燥 所以就帮你把咖啡 换成了菊花茶 你和你那个姑姑 还真是一样 麻烦金 爱多管闲事 你既然这么会来事 那你帮我把房间收拾了吧 少爷 小赵他不是下人 少爷 小赵他不是下人 没事的 黎叔 我可以收拾的 那好吧 这就是大少爷的房间啊 快收拾 哦 护身符 你在干什么 谁让你喷了 不是 他掉地上了 滚 妈 妈 你又和爸爸吵架了 亲爱 以后遇到喜欢的女孩子 一定要坚定地选择她 这样才会幸福 我没有喜欢的女子 我只喜欢妈妈 傻孩子 来 这是妈给你请的平安符 以后如果遇到喜欢的女孩子 可以把这个送给她 我想 幸远 怎么了 昨天小赵换了你的咖啡 他自作主张 我带他向你道歉 我叫你回来 你吃什么 这么冷漠做事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就一起坐下来吃个早饭吧 就好 我也做事了 和你聊一聊 一起吃饭 是要看你们秀恩爱吧 周文艳 你还把我妈放在心上吗 我就是想 你不就是想做给我看吗 平安 你别这么说 韩素芝 我没有针对你 但你也别多管全事 抱歉 我还有事 你们吃吧 对不起 昨天擅自换了你的咖啡 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 就当跟你道歉了 这些年 我姑姑为了祝叔叔 受了很多苦 他们都是苦命人 希望你不要生他们的气 倒是挺好吃的 护身符怎么不见了 我记得我昨天就放在这儿去了 是那个丫头 拿出来 什么拿出来 装什么 把我妈留给我的护身符拿出来 我没有拿 秀恩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秀恩 快放开小招 先搞清楚 你到底丢了什么护身符 什么护身符 你不会忘了吧 我看你把我妈的名字 我看你把我妈的名字什么手握 秀恩 我妈留给我的护身符不强 那是她唯一留给我的东西 不不 我真的没拿 我知道 明天早上 我们一起找找看 现在太晚了 你先回房休息 文远 我扶你 对房间休息吧 这两天 秀恩的心情很差 应该是看到咱们两个在一起的原因吧 你别介意 我理解秀恩的 我得找他谈一谈 免得他在伤害你们 我一定要找到大少爷的护身符 他这是在找我的护身符吗 我真的愿望他 这傻子找了一晚上 找到了 你在干什么 少爷 我找到了 找了一晚上 你是不是想他 知道吧 少爷 对不起 小赵 对不起 小赵 对 爸 东西找到了 那你可冤枉小赵了 我会跟他道歉的 看看我这字写着怎么样 爸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秀恩 你是不是恨我 你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妈永远是王静怡 不会是韩素质 我陪了你妈三十年 自认在这三十年里 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 我想用我生命 仅剩的一点时间 去陪一陪 被我耽误了一生的素质 我见了她三十年 我不管你亏欠谁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三十年 你和我妈吃过一个中秋团圆饭吗 秀恩 我带了个好消息给你 惠子来了 惠子 是啊 没想到吧 她专程从日本过来看你的 你去见一下她吧 好 山本 家和万事兴 是啊 山本 我多希望 家和万事兴 我远兄 我倒是有个事想问你了 坐 什么事啊 你觉得我女儿惠子 和秦安 如果结婚会怎么样 他们俩结婚 那倒是好 如果在我死之前 能够有个人管管秦安 那倒是很好 秦安哥哥 我好想你啊 惠子 你正常点 你以前可不这样说话 你是不是认识了中国姑娘 就忘了你这个青梅竹马了 少爷 我找到了 找了一晚上 你是不是想的 怎么可能呢 我 还没遇到喜欢的 秦安哥哥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嫁给你的 你说什么 你这是什么反应啊 我说我这次回来 是要嫁给你的 我 我忽然想到小赵干什么 你没发烧啊 你在胡说什么呢 秦安哥哥 这段时间呢 我想清楚了 我是真的很喜欢 很喜欢你 我一定要嫁给你的 主秦安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小赵家再说吧 爸 辉子 你叫我什么 辉子 我在这里 以后我跟秦安哥哥结婚了 祝伯伯就是我爸 老辉子 不要闹了啊 秦安哥哥 我说的不对嘛 以后我们结婚了 祝伯伯不就是我爸爸吗 辉子 坚持点 爸 秦安哥哥那么优秀 你不想他当你女婿 我们的老宅怎么样啊 少爷真好看 站住 你是在叫我 你笑什么 你低头看什么呢 是不是偷拍我 我没有 我没有 手机拿出 我没有在偷拍你 我为什么要偷拍你 贵子 这可是你住过我的家 不要任性 爸 我坐了那么久的船 都有黑眼圈了 要是被拍了丑照 多难看 贵子 再任性 你住过我的家 笑话你了 不行 我就要看看他手机里 到底有什么那么紧张 我真的没有拍你 你给我 你说没拍就没拍呀 我可不想过两天 我的手照被发到网上 秦安哥哥 你 你先回去吧 谢谢少爷 秦安哥哥 你也觉得我做得不对吗 我知道你在跟他闹着玩的 还是你会跟我抬接一下 你果然是喜欢我 把少爷叫起来吧 是 老爷 老爷 少爷来了 秦安 坐吧 我想跟你谈谈 你跟贵子的婚事 和贵子的婚事 是啊 爸爸的时间不多了 我想把这件事 给办了 这个事你们就别操心了 我和你山本叔叔谈过了 要不 先给你们订个婚 什么 你们帮我订了婚 你们都没有问过我 你 你并没有拒绝贵子拉你的手 也没有反对这门婚事 我以为你默认了 不好 我不让你 走 付老 先生 少爷 对不起 对不起 哥哥让我送来被盛查 不小心打翻了 怎么那么不小心 我 别说了 走 我带你处理一下 没事的 少爷 我自己可以处理 爸 并不是说惠子要嫁给我 我就要娶她 这件事我还得考虑考虑 秦安 我想在我走之前 把这件事给你办 爸 你不觉得你现在的做法 和以前的我妈一样 你难道想我对惠子冷漠一辈子吗 这 这不一样啊 你早点休息吧 我该怎么拒绝惠子呢 直接拒绝的话 出家会完蛋的吧 你看 这就是惠子呀 真漂亮 像个模特 你觉得 她跟秦安般配不 男才女貌 很登对呀 其实 我很希望她和秦安在一起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秦安还在犹豫 文远 先吃饭吧 别操那么多心 好 小赵 愣着干什么呀 多吃点菜 嗯 来 爸 你最近该拿药了 好 小赵 你的手怎么样 好 那个 我吃好了 你慢慢吃 李叔 我也想叫花 那你试试 我的衣服 你怎么回事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都怪你 你毁了我的衣服 我怎么见秦安呢 惠子小姐 小赵不是故意的 你就原谅她吧 算了算了 看在老李的份上 你招架赔偿吧 十八万 十八万 这么贵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你想赖账 惠子 我来给你买吧 不要为难小赵了 秦安哥哥 你怎么替她说话 惠子 不就是一件衣服吗 可我这衣服 是特意为你去买的 它不能沾水 那我现在给你买 不是更有意义 那好吧 那我要买十件 买一百件 现在就去买 你给我跟着 待会儿跟梅小姐提衣服 秦安哥哥 我累了 惠子 我累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什么事 你喜欢小赵 你在胡说什么 乳秦安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我不想说这个 我马上就要和你结婚了 你却喜欢上了别的姑娘 你对得起我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吗 惠子 结婚的事不是儿戏 你 我不管 如果你不喜欢小赵 就让他离开主家 承明给我看 我这样直接拒绝惠子 山盘叔叔知道了 会不会生气 对我出家做什么 可我不拒绝 小赵 惠子小姐 你是不是喜欢秦安 你应该知道 我这回来是和秦安结婚的 但是因为你 秦安哥哥已经对我有看法了 什么意思 小赵 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 惠子小姐很漂亮 用我的家事 裁决 见识 和秦安结婚会怎么样 你不说话 就证明你心里一定有答案了 你离开吧 要不然 我就立刻把秦安带回日本 你同样也见不到他 可我是来照顾姑姑的 照顾管不着 听好了 今天之内 离开主家 朱老先生 你又不舒服了 刚刚老爷吐了你大滩血 咳嗽了很久 我没事 朱老先生 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你离开吧 你离开吧 要不然 我就立刻把秦安带回日本 你同样也见不到他 朱老先生时日不多 要是惠子真的把秦安少爷带走 就麻烦了 我还是走吧 爸 这两天 我想了很多 我有事要跟你说 秦安 不用这么为难 有什么事 就说吧 爸 我之前做了太多错事了 对不起 秦安 父子哪有隔夜仇啊 没事的 爸 我墓地买好了 三块 我想把我妈也牵过来 你 我妈 韩素质 你们三人的恩怨 也就到此为止吧 好啊 好孩子 就怎么办 朱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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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身体好些了吗 你天天来看我呀 我就开心 我这一开心呀 身体就好了 朱伯伯 等我跟秦安哥哥结婚了 住进住家 你随时都能看到我 这样您的身体 很快就可以康复了 留心了 惠子 朱伯伯 这个月饼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月饼了 过两天中秋了 您一定得尝尝 小赵做的月饼 更好吃吧 文人 起来 小赵走了 他留了张字条 说要回家 怎么了 什么 姑姑 我走了 这段时间给朱家添了不少麻烦 对不起 希望你好好陪伴朱老先生 也预祝秦安少爷 和惠子小姐 新婚快乐 惠子 你对小赵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结婚了 他是来照顾 韩素智和我爸的 不会那么轻易走 你对他说了什么 以后我是你的妻子 你现在 帮着外人说我 惠子 我这两天想了很多 对不起 我不能和你结婚 你说什么 我不喜欢你 我喜欢的是小赵 我只是想默默地喜欢你 没想到给你和惠子造成这么多困扰 对不起 嗯 你去哪儿啊 秦安少爷 你还没有照顾好你姑姑 就想跑 我只是想家了 小赵 我喜欢你 不要走 少爷 小赵 和我在一起吧 少爷 我 我配不上你 感情是配不配得上的事吗 小赵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 我 回答我 少爷 我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你和惠子小姐 别客气了 只要你想和我在一起 那就跟我回去一起面团 跟我走 小赵 小赵 有些事情是要我们一起面对 少爷 我害怕 我 那这样 我先进去 你在外边等我 到时候我出来找你 那好吧 小赵 小赵 惠子小姐 你知不知道 我跟千安订婚的消息 今天早上已经发布公告了 整个日本都在期待 惠子小姐 惠子小姐 我也喜欢少爷 我想争取一下 看不出来呀 你也有勇气在我面前承认了 惠子小姐 朱伯伯三十多年的遗憾 我不想发生在少爷身上 你就这么相信 祝千安他真的喜欢你 什么意思 我跟你打个赌吧 在巨大的利益和你之间 祝千安会怎么选择 如果他选择了你 那我就退出 祝福你 如果他选择了利益 那你就离开吧 明天中秋节 要么祝福你 要么 祝福我 愿意的话 跟我走 好 我跟你走 妈 星安 惠子和山本车车呢 不知道 惠子好像很生气 和山本先生一起离开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惠子 祝千安 明天是中秋节了 我要你做个最后的选择 惠子 我已经选择好了 别急 小赵现在在我手上 如果你想见到他 明天晚上来海边 我在渡轮上等你 小赵 小赵 惠子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祝千安 我给你一天时间好好想清楚 明晚来月亮湖公园 告诉我答案 真是疯了 没有人 一定要等到明天吧 惠子 惠子 真要做得这么绝吗 秦安 是 爸 外表风大 你们怎么来了 我没事 这件事情 都怨我 无论如何 我也得来看一看 爸 你别说了 是我辜负了惠子 要是我早跟惠子说清楚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我知道 你是为了祝家的离异 如果你拒绝了惠子 山本很有可能对祝家不利啊 今天的你和当年的我 何其相似啊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文远 我之前还埋怨你的 对不起 少爷 现在你终于体会到 老爷的难处了 是 我体会到了 爸 是我对不起你 爸 你别负我 明天晚上 无论我做什么决定 希望你能理解 好 爸 我自己过去吧 你们在这等我 好 那我们在这等你 嗯 惠子 我到了 简单一下 跟我们走 惠子 惠子 你到底把小张怎么了 你那么关心他 就不管我的死活了 你拒绝了我 我面子都被你丢光了 惠子 你不要闹了 快把小赵放了 和我结婚 我就放了他 要不然 我丢他喂鱼 惠子 当年我妈逼迫我爸 我爸冷落了我妈三十年 整整三十年 他们都没有吃过一顿桃圆 你也想这样吗 可他们也过了一辈子 看看吧 你心心念念的小赵 现在在干嘛 嘘 惠子 你疯了 你以前再任性也不会 以前是以前 别提以前 我告诉你 你不娶也得娶 要不然 我就把你到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让你没办法给朱伯伯养老送终 没办法见小赵 惠子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朱伯伯 我给你个选择 要么 和我结婚 我立刻就放了小赵 要么 拒绝我 你和他在一起 我也不干涉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朱家你就别要了 朱家在日本的所有产业 我山本家族会全部吞下 我早就料到你会拿这个来为休啊 你考虑清楚了 选择和小赵在一起 我会让你爸的墓地钱都付不起 别说三个墓地了 一个都没有 我以为我已经体会到我爸当时的感受 现在的真实情况 跟你先比起来 要糟糕多了 告诉我你的选择 再不选 我立刻 就把小赵中心喊你喂鱼 那你听好了 我选择 那你听好了 我选择 我选择 小赵 你连你爸的墓地都不要了 要 我当然要 我之后会想办法拿回来 你能有什么办法 你现在夺走 你现在夺走祝家的一切 没关系 这不代表我以后也会一无所有 我会想其他办法 好 好 没想到我还是输了 惠子 把小赵放了吧 好 祝勤 我成全你 秦 放了他 小赵 少爷 你有没有受伤 你怎么没事 惠子小姐没对我做什么 山本叔叔 秦安 你觉得山本叔叔会不讲道理吗 或者你认为 惠子真的是 凡恨无礼的人吗 你们 没有绑架小赵 秦安 我和小赵打了个赌 如果你选择保全家族利益 那么小赵就会离开 你选择了小赵 那我 我就成全你们 祝福你们 小赵 姑姑 对不起 让您担心了 山本先生 已经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们了 惠子小姐 谢谢你 阿姨 让您担心了 朱伯伯 对不起 惠子 是我跟秦安 对不起你啊 小赵 那我以后 还可以和秦安哥哥联系吗 他当我是妹妹 我 就当他妹妹好了 我 惠子小姐 你成全我和少爷 还叫少爷呢 亲爱的哥哥 那以后 你就当我是妹妹行吗 贵子 谢谢 我问你呢 当然可以 好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就不想那么多了 今晚是中秋呢 大家很要开开心心的吧 准备晚宴吧 晚宴 就在这 争取快乐 争取快乐 文远 今晚的月亮 真远呢 素质 我们终于又可以一起看月亮了 我等这一天 等了三十年 就在这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